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祝我生日快乐 祝你操作顺利 人都喜欢听好话 看美好的事物 当然得到好的奖品 这些都会让怎么样 我们的心情 一整个开心 但是呢 现在的这个社会 我们周遭的这些环境 常常让我们怎么样 很不开心 哇老船长你讲的 非常的怎么样 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人要学习 要打这个逆风球 谁都喜欢打顺手拍 是不是 但是没有人的人生 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怎么样 人生中很困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克服它 对不对 像现在的股票市场 受到一些消息的影响 例如最近的怎么样 即将要发生的 英国要脱欧到底会不会过 那当然有一个这个女的议员 被当街枪杀身亡之后 战成脱离这个欧园区 或是这个欧洲的 就英国脱离欧洲 这一块的这个民调 反转过来了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留在这个怎么样 欧洲就好 可是不管到时候会不会过 我说过 这个都是短暂的议题 其实真正的欧洲问题很大 各位想 如果英国在欧洲好好的 他干嘛想要脱欧 他没事吃饱撑着吗 对不对 当然不是 他想要脱欧 这个议题还要付诸于公投 这很麻烦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 他留在欧洲一定是怎么样 有很大的问题 不会因为 这个公投出来的结果之后 就改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英国人留在欧洲 所产生的很大的问题 各位要懂这个道理 那当然万一英国脱离欧洲区的话 那不得了 那个短线对全球股市的冲击 当然是很大 但是现在民调看起来 似乎英国不会脱欧 对不对 我们就当作投票的结果出来 英国不会脱欧 那就回到我讲的 问题还是存在 否则英国人吃饱了怎么样 没事干吗 老船长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 的确就跟其他人怎么样 不一样 人家是怎么样 墙头草 西瓜怎么样 喂大鞭 现在不得了 欧美股市 因为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假议题 大涨 其实多头在逃命的时候 他会要挣扎 他要利用怎么样 短线的一些 不管是真的或假的利多 其实大概都是假的 因为趋势已经形成 他就是要走空 但是多头会奋力怎么样 做最后的挣扎一搏 各位要懂我的意思 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你看各位 我们以前 做股票到现在 我们 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什么 这个是M头 M头就是怎么样 头部做好了 大家都会写 把你的手举起来 写个M 谁不会写 这M头 左肩又比右肩高 对不对 然后再画一条 横的颈线 有没有 M头 这很简单 一旦光跌破之后 还会有一个怎么样 反弹 反弹也是要逃命 你不是都这样学的吗 现在欧美就在干这档事 反弹 要不要逃 当然要逃 很多的老手 是死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不是死在M头的 左肩右肩 是死在哪里 你知道吗 跌破颈线之后 往上走了 去怎么样 想说这个地方买比较安全 那么高都没有买 这边买很安全 还是怎么样 被骗 你想想看 这么大一个头部 你要怎么样 你要拉上去 然后会遭遇到前波这么长时间 M头时间做得很长 遭遇到前波这么长的时间 有这么大的套牢量 你要突破上去 各位观众 那要天大的利多 如果全世界有这样天大的利多 请问一下M头怎么会形成 英国脱欧 这个假议题的利多 现在看起来因为民调又翻盘 英国可能不会脱欧 所以怎么样 进行跌破颈线的反弹逃命 美国股市好像怎么样 终于找到了出口 做多的 欧洲也是 那么台北股市 其实有更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成交量 700多亿就让人受不了 居然还来600多亿 有的时候盘中还看到预估量是590几亿 还不到600亿 各位观众 请问这是哪门子的多头 你不可以不正视这些问题 我在6月19号的教学 公益教学 我首先要感谢那一天到场的贵宾 你们的参与 第一个代表你们很有智慧 第二个代表怎么样 你们对于股票市场的热情 还在 第三个代表你们认同我的怎么样 做法跟看法 这个市场做多做空很公平 你有你的自由 你有你的选择 那这些认同我的人 他们来听的人 我教他们八面玲珑的 古海日志的操盘方法 大家学的真的是就觉得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在股票市场你要综合起来看 你不能只看一个技术分析 大部分台面上的分析师 都是只看一样技术分析 那个是完全会失真 而且最后一定是归零高 对不对 就像现在空头在M头完成之后 跌破颈线要进行反弹 哇 短线很强势的情况之下 请问是什么 技术分析的反弹最后逃命 但是你深陷在其中的时候 你还会幻想 说不定不是反弹 说不定是回升 老船长 你终于说到我们的心声 跟他拼了 所以股票市场 好玩跟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 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结果 同样的人套牢 你看厉不厉害 没有一次例外 M头套牢的都是一堆散户 还有一些比较也许笨蛋的法人 但是法人他是看平均成本 各位了解意思吧 因为他买上来的时候 他的成本可能是在腰部 因为有底部也有头部 他成本是在腰部 散户大部分的成本都在头部 对不对 我对股市的了解 不是用嘴巴讲一讲 我们是真的怎么样 很用心的在做 你们看现在的股市 可能只看技术面 对不对 我看技术面 我看基本面 我看产业 我看政策 我看心理 我看消息 我看经济 当然我也看筹码 我看了八个层面之后 所有的答案都告诉我 这里绝对是怎么样 有涨就是三个字 涨假的 但是是套真的 什么意思 因为未来会破底 你现在去买 这个涨是假象 但是你们去买 最后你套牢的 那个是事实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弟的生日是 六月二十一号 那么在这一天 我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我也祝大家操盘顺利 很多人一生中 把在股票市场的输赢 看得比命还重要 我讲的是真的 有的人在股市崩盘 可能选择最笨 最不应该的方法 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的人好一点 他是选择怎么样 让自己吃不下 睡不好 烦恼怎么样 一大堆 头发越来越白 牙齿也掉光了 他的人生 好不快乐 干什么 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股票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 小小的部分 也许可以占多一点 但是不要让它来影响你整个生活 那是智慧啊 各位观众 但是我相信你们正在看节目 对不对 你们每天为了股票的涨跌 非常的忧心 而且非常的烦恼 对不对 因为那个背后是 你把钱看得太重了 导播 进广告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它几步 帮您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在6月19号 我举办了公益教学 那么把我在股票市场 这么多年的经验 把它转化成 八面玲珑的教学 我认为股票市场 应该要兼顾八个层面 台面上只有我一个分析师做到 其他人只告诉你 这个技术分析 或是软体指标基本面 最多加筹码就没了 这样子做股票的胜率 不会很高 那当天的气氛是 全场来到现场的贵宾 他们都觉得 哇 这不是我自己在讲的时候 我是把当时现场情况告诉大家 老船长你讲的真的太好 他们很谢谢我 因为我是一场工艺的教学 内容绝对价值超过八万八 这是在场的学员告诉我 他们说他们走进这个大门之后 然后再走出去 整个人的气质跟想法完全大翻转 你要知道 我搬在那个地方 从师大的门口走进来那一段 因为那天太阳很大 天气很热 刚开始大家还觉得 这搬在这个地方干嘛 还要走一段太阳路啊 其实很多计程车是可以坐到里面的 他们不知道 傻傻的在门口就下车走走 但是他们事后告诉老船长 他说这一段路走的真值得 我要讲的是什么 人一定要懂得付出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一天带给我这个 很大的一种喜悦 我觉得我做了工艺之后 我的整个心情就好了起来 我也告诉在场所有的学员 我说你们不要看短暂的这几天 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头部 他会涨涨涟涟涨涟涟 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套牢区 日后方向一旦出来的时候 那一些不尊重全球基本面的人 全球经济这么不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再不用讲其他很多面了 这些人他会为他的怎么样 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对吧 每一个人都要为他 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啊 各位都做股票都成年人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短暂涨个几天 哇好高兴哦 忘了自己是谁啊 忘了这个世界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当然不要讲台北股市 每天只想做多 那个成交量五六百亿啊 到最后一定会出事情的 大户已经不完了 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 台湾的主力大户对股票市场 现在叫做加减做小玩玩 有时候哎呀 券商是自己好朋友开的嘛 加减下一点单 人情单 各位听得懂吗 我是从券商出来的 主力券商出来的 我很了解 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 你要做全世界各国 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都可以 成交量比较大的都可以 现在很多的ETF也很方便 那成交量很大 你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到新加坡做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很多地方嘛 中国大陆在底部嘛 你去做中国大陆 现在风险稍微比较小嘛 你在台湾有什么好做的呢 所以现在怎么样 成交量越来越低迷 越来越低迷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老船长 怎么会一直撑在八千多点 各种条件我就看不懂啊 我告诉他 你不要急 人家常讲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嘛 你不要急嘛 因为M头再加上破颈线的反弹 这整个加起来的 前前后后的时间 都是要几个月的 没有人反对我讲的话吧 对 所以大家就怎么样 等着瞧嘛 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每一次M头做完之后 任何反弹都是逃命 不相信的散户 最后记得 刷存折一定是哪三个字 各位都很清楚 归零高 你看股票市场 历经了多少次的大空投 有多少人请家荡产 这些人可能再去工作 像我讲的 一二三四五 五年再回来 然后怎么样 又存了怎么样 几十万甚至一百多万 然后又投入股市 又再遇到一次空投 然后怎么样 死在同样的位置 死在同样的结果 为了啥的名 我就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 它就是这么一个 吊诡的地方 但是它又缺 它又充满了怎么样 一种魔力 让你怎么样 离不开 戒不掉 真的老船长 我曾经试图 要脱离股市 但是 古海无边 没办法脱离 所以你需要谁 古海老船长 既然古海无边 要我来怎么样 站在比较高的位置 很客观的 告诉你 现在全球都怎么样 在做头 而且上不去了 虽然短线还没有死 大家不相信我 或是你不要相信我 也没关系 其实我不在乎 我觉得作为一个分析人员 你对于未来的行情预测 你要有自己的观点 你要有自己的依据 自己的想法 你不可以随波逐流 因为随波逐流就完蛋 人家说人多的地方 小心 危险 现在大家都没有戒心 都认为是多头 对不对 那个脱欧 对不对 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 你们的逻辑是亚旦的零分 会有这个脱欧 甚至付诸公投 就表示 英国 他如果不脱欧 他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如果公投否决了 英国要留在欧洲 我请问大家 问题有解决吗 没有 对了 这样你脑筋搞清楚了 对不对 但是做多的人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假象 来怎么样 拉抬做逃命波 这股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 甚至我们把如果这个市场是多头市场 对不对 常常是不是利用空投 利用这个利空消息把股价打下来 然后怎么样做买进的动作 因为他如果一直上去的话 就没有新的买进的机会了 所以你看在多头市场 往往你遇到很多的怎么样 利空消息 其实是买点 一样的道理 你反过来 在空投市场 你是不是遇到很多的怎么样 多头消息 那个是要给你逃命的 大家明白意思了吗 什么 你是问说 这么棒的八面玲珑的教学 在台北厂还要不要再办 各位观众 今年没有了 我接下来计划是到上海去办 因为中国大陆的散户 更需要八面玲珑 他们连听都没听过 我去是造成轰动而已 我说过台北厂 一年最多就一次 你错过了就没有了 我现在只能说台中跟高雄的朋友 你们很想上来 老船长你可不可以下来 我也不敢讲 因为最近很多人打电话来问 台中有没有 高雄有没有 干脆花莲有没有 对不对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各位观众 我每天除了要看台北股市 我也要观察中国股市 为什么要观察中国股市 那你们台湾股市都推出上证2X 跟中国大陆连接的相关的ETF一堆 对不对 难道我不用研究中国股市 那我怎么带会员操作呢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那我不能够说 中国股市怎么样 台北股市就怎么样 这是两个不同的股市 他们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不知道你的老师 有没有跟你讲 中国股市在底部打底 台北股市在腰部 欧美股市在头部 做头的时间会很长 那我们受到美国欧洲的影响 对不对 当欧美真的下来的时候 你注意哦 我们在腰部就撑不住了 就会往下走了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不是我老船长喜欢独排众议 跟大家跟市场做对 人家都要做多 对不对 我们散户都希望做多 你呢 偏偏就要搞一个看法 跟我们不一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至少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一个人 他叫做索罗斯 他旗下的对冲基金 如此之庞大 他做空看空美国股市 人家是高手中的高手 人家在头部做空看空 美国股市 懂不懂 等到美国跌到腰部的时候 会有一堆怎么样 马后炮 第二层级的怎么样 高手 不是最棒的高手 才要怎么样 做空看空 看空美国股市 你知道吗 这有分等别的 那最烂的 就是三流以下的那种分析师 会在底部叫你放空 然后空在地板 空在怎么样 地下室 各位观众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们要特别注意 索罗斯的行为 人家在头部放空做空 人家在全世界 享有这样的盛名 绝对不是胡搞 乱搞 瞎搞 那老船长 你是模仿他 没有 我自己看空做空 台股之后 我得到的消息 我所看到的是索罗斯 他的看法 刚好 我们是相同的 我不要说他跟我一样 我们没有那个 我们不要怎么样 自台身价 好不好 我们刚好跟他一样 这样可以吗 我再说一次 小弟的生日 祝我生日快乐 那我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